在结束不久的足写杯班决赛次回格中,已经很多年没有打进决赛的北京国安,两回合八干一轻松淘汰了广州复利。 而在这场比赛里,北京国安之所以能够最终3-0,再一次完胜广州复利,除了取得进球的八坎布和文士豪远,还有一大晋级功臣,就是中场的江张希哲,上半场八坎布为北京国安首开记录,就是张希哲的长途奔袭,后无私送出的主攻,再获得直接面对门将的机会。 张希哲没有选择自己射门,而是分给进球机会更好的八坎布,而下半场最后许可没事好打进的第二球,也是张希哲拿球突破后倒三角助攻的,再加上首回合主场面对广州复利的一球和一助攻。 张希哲在足节杯半决赛两回合,交出了一球和三助攻的注资数据,在萨迪获得解禁复出后,张希哲就坐稳了北京国安主力中场的位置,并且凭借由一发挥重新,得到了国足主帅利皮的信任。 这才入选了9月份的国家队积蓄名单,张希哲作为本土球员,中的前腰位置的佼佼者,李皮当然是希望张希哲可以在中场为乌雷和高连等封线球员,提供一定的火力支援。 可是,在代表国足连续首发出炸塔塔尔和巴连的两场比赛里,张希哲几乎是隐身,没有给封线球员提供好的支援,也让李皮的考察十分失望。 而在国家队移到北京国安后,张希哲很快恢复了好状态,这里面跟身边的队友实力不用有很大的关系,毕竟,奥古斯图和比埃拉两大万元,比国家队的队友实力更强。 不过,张希哲在国家队和俱乐部的表现差别很大,也会影响到自己在李皮心中的重要位置。